这个是呢脑膜六手术做完之后呢 就是一直处于植物冷状态 这个怎么回事呢 这个是 女对吧 71岁 这是早手术时间是 8点55分做到 下午的一点半 对不对 8点55分做到下午的一点 一点半 这个手术的名称呢叫做 什么叫 什么叫 以示手术名称 就是手术名称的意思呀 大脑病床却数这是可以的 什么叫以示呢 以示就是前面那个手术的意思 神家就这个手术的意思 搞的 然后述中诊断 手术当中 看到了肿瘤就判断 这是脑膜瘤 然后这个就是手术过程了 这个没什么意思的 手术过程 然后是 就是两个肿瘤 看到吧 两个肿瘤 对吧 然后是这个 但是呢 这是7月8号 对不对 7月8号 对不对 然后呢 它是另外还 还进行了一个手术 你看都是手术记录吧 对不对 7月8号 7月8号当中的11点到这个12点40分这段时间 对吧 11点到12点40分这段时间 就是刚才那个手术的时间框架里面当中进行了另外一个手术 叫做 叫做脑膜 硬脑膜 补片 修补术 然后呢 就是因为我把医生的这个名字了什么都都都都都都遮掉了 实际上这里的一手就比如说这里 这里的名字啊 其他一切的名字啊都和前面那个手术啊 就是这个这里的手术的名字啊都是不一样的 哎呀 这个是很奇怪的 这个 这实际上是同一时间段里面针对同一个病人的手术来了两拨人嘛 哎 反正这个呢 他请 就是硬脑膜补片修补术 因为他说是 啊 在 啊 分离的过程中有破损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呢 呃 前面这两个呢都是 7月8号 然后呢 这个7月16号 对不对 7月16号又做了 也又做了第二次手术 因为前面两个手术实际上就是一个手术了 那么这是第二个手术 然后是叫做 呃 脑血肿切开 我估计后面有有有有有 后面有比较大的内内出血 然后 需要进行引流嘛 就是内出血需要进行引流 然后之后就就去家属讲 就 这个是7月份 今年7月份呢 至于到今天 两个多月了 9月嘛 9月现在 今天是9月15号 对吧 两个多月了 都是都是植物人状态 昏迷 那时候怎么办 这个东西怎么办 这东西呢 我告诉家属呢 就是说 这种神经内科啊 神经外科的这个手术啊 出血啊 昏迷啊 植物人啊 都家常便饭 这种东西都很难找到 反正我是没多大本事 找到医生的把柄 说是医疗事故 实际实际当中没有成功过 就这类手术啊 要遭到医生的把柄啊 就很难的 除非就是说 你能够证明 就是他发现了这个 手术当中 或者手术后发现了 发现了血肿 然后 医生 拖延 拖延处置 然后造成后果 对吧 现在后果就是植物人 你能证明他拖延处置 就是明明他已经知道了 这个情况 然后 就当个 进行处理 就是延误了处理 那么他是有责任的 问题是你 因为病人现在 还住在病房里面 你 我们国家并没有法律 明确规定 就是还没有出院的病人 要提供全套的病理资料 对不对 因为这个 理论上 住在 病房里的这个病人 治疗没有结束 对不对 所以呢 他说是 家属是 他说 为了讨 这个手术剂了 这三份手术剂了 几乎要大冬干个大 大草大闹 然后再 才拿到了 他说 我说你要么 再去拿一些 这个 这两个手术啊 这个麻醉记录 麻醉记录有 比较 明确的 这个很多生命体育 记录 包括出血量 还有呢 就是手术之后 这么进入两次手术吧 这个手术之后呢 影像学检查 看看里面 有没有血 对吧 然后他因为 有相应的时间记录了嘛 然后看 对照一下 他处置的手段 到底怎么样 看看他 看看他这个 看看他 一生应对的措施 是不是及时 对不对 他说这个挺难 因为确实没有出院 就讨了这个 讨要到这三份手术记录啊 已经是拼了命 九牛二虎之力 再要搞一些东西 看来是 很难搞 那也那也行啊 那你就继续待在病房里 对吧 反正年龄 你说七十一岁吗 你说你说大也不大 你说小也不小 怎么说呢 对不对 就看一段时间 再说也可以 好吧 我觉得这个案例呢 对其 对于患者本人 倒没什么 没什么意义 因为反正植物人了嘛 对不对 植物人了 你还需要什么意义啊 整个世界给你 你你也就 你也是植物人 无法享用 你怎么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 要怎么样 是没 对这个病人本身 是没多大意义的 倒是对其他病人 可以有借鉴 他说是 脑血管介入术后 也就是说 后来我问了 这个什么意思呢 他说是去年 十一月份的时候 做过一个动脉瘤 你别看 他这里是脑膜瘤啊 这个动脉瘤和脑膜瘤 完全是两回事 虽然都有一个瘤子 脑膜瘤啊 那个是脑子里面的 确实是肿瘤 但是动脉瘤 你别看有个瘤子 但是动脉瘤不是瘤 好吧 脑血管介入术 就针对一个动脉瘤 针对动脉瘤 介入术啊 这个就是针对动脉瘤 动脉瘤是血管机型 不是这种实体肿瘤的意思 这个 他说是用掉二十几万 用掉就总费用是二十几万 自费大概有好几万 大概是这个尺寸 所以我需要发挥一下想象里 就是这个病人不是今年七月份发现 脑膜瘤 做什么 我在想 是不是因为去年十一月份 那个脑膜瘤已经是出现了 已经在 这不可能是长了 从就是这是 因为这种东西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 也就是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 应该是脑膜瘤已经 在脑子里已经存在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实际上这个病人 去年十一月份就诊啊 是因为这种脑膜瘤 是因为脑膜瘤的关系而就诊 因为他可能是头昏了 头痛啊 这种症状 但是问题是 去年十一月份 做了一个血管介入二十几万 也就是讲什么意思 因为这个动脑瘤 这个介入手术 需要用弹簧圈 是脑子里塞这种东西 好几万一个 对吧 几万块钱一个 就是我是指回扣的意思 就是说明明是脑膜瘤 引起了症状 那么他反正你到我手里 我就反正 搞一个动脑瘤手术 然后赚点回扣 因为他 对不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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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一共二十几万里面的 弹簧圈 用好几个 就又回扣 弄搞了搞去 一台手术可以赚几万 然后 弄一个莫需要的手术 医生赚几万 最后你看 到了今年 脱不过去了 是脑膜瘤 原来 他的不是 是脑膜瘤 而不是什么动脑瘤 但是动脑瘤赚钱 所以他搞了一个手术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那么现在追究 我要去追究这个问题 也没必要 因为这个病人 反正值物量了 没什么意思 我刚才讲了 就是我说这些东西 是针对其他病人 其他病人碰到 另一次的问题 就应该要注意 怎么注意法 你又搞不清楚 就是要与我联系 任何病人 要做神经外科手术之前 都要与我联系 这是第一个 值得借借的地方 第二个呢 像这种脑膜瘤啊 他说是 直径0.5 边际清楚血骨 下面一个是0.15 对不对 像这种东西啊 因为你到神经外科 神经外科就做手术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你看71岁的病人 你看做到最后 你看都是植物人 我碰到不少这样的病人 开颅手术做了以后 就变植物人了 所以呢 我并不是说 你不能做开颅手术 我是说 你不能在一棵树上 你应该感冒到那里 去问一下 这种 虽然不一定切得很干净 那你再切好了 再发出来 像现在这种开颅了 你看结局是不好的 你从理论上来讲 你问神经外科 他说他 他手术都是从胜利走向胜利 没有一个不成功的 对不对 这个手术是他的利益所在 他会说自己不好 所以他不会跟你说 你最好是找噶玛道 也去再去看一下 对吧 所以我刚才说了 就是你做任何神经外科手术之前 都要来问我 问我了吗 我就说 你要么 那你噶玛道那里也去看一下 那看一下 20块钱挂一个装奸好 又没什么损失的了 这么大的事情 你总要听听多方面的意见 对不对 多方面的意见 我不是说让你找100个神经外科 医生 对不对 找神经外科 找一个就够了 你这要找 找放 就是放射质量 就是淡玛道就是放射质量 对不对 问一下 反正我也不能 这个例子是无法穷尽的 然后你说了 原来这个脑子肿瘤是要这样问 那还有好多了 各种各样的病 各样的病人情况不一样 所以亏根的 你不是说你 我让你去找感冒道 你就找感冒道 亏根结底就是要来找我 然后我统一分配 然后看看到底应该最合理的方式 是什么 而不是说 你看 因为你神经外科 你看 虽然是前面那个 动脉瘤手术 那个弹簧全有回扣 对不对 像这种手术 开炉的脑目流 开炉手术 也有啊 里面器械里有回扣啊 也有就是说 这个至少你病人 给一万块钱红包 对不对 现在据说 一万块不够了 两万三万五万了 这都有 对不对 什么意思啊 你说给红包 现在的病人 就是明明没钱 但是他要面子 说给红包 总是应该的吧 对不对 对 给红包 应该不应该 你嘴巴硬 我不去说你 你嘴巴喜欢 讨感觉 你就硬好了 我是说 医生有可能 为了赚你这个红包 有可能 不应该做这个手术 来赚手术 这个你就 对不对 比尔盖茨 世界首富 给一个五万块钱的红包 对他来说 小差一点 但是你让他做 不该做的脑部手术 这个要他的命 对不对 这是原则的问题 这是原则的问题